大家好,今天是12月4號星期天 過去這禮拜我聯絡了一個朋友 因為我開始說他要找 去阿根廷旅行的資料 那我就幫他介紹旅遊在 也是前台灣商會的會長 他開的一個旅行社 他是有中文的資料 帶團去阿根廷旅遊 也算是挺好的 那我把他的鏈結放在下面 這不是一個置路行銷 只是純粹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朋友在聊天嘛 那就 我事實上他是香港人 他後來也在台灣念書後就奇怪 好像聽來聽去他應該是 在台灣長大的 原來是兩歲的時候呢 就跟馬英九帶同一班船來到了台灣 然後他一直在台灣待到23歲 才又回到香港 他在香港出生 跟馬英九蠻像 他是1954年出生 那他就在問我 一些書啊 首先是講到 司馬中原 然後 然後 他是先跟我講這個 龍映台的這本書 大江大海 我就在網路上搜尋到 然後就 看了一下 但這個 我今天不要講 這個 讀這本書的 這個 基因德啦 總之 書裡面講的都是 主要是國共內戰的事情 那一段是蠻悲慘的 形容的這個 戰爭的慘況 這個 在香港 在 什麼一些 對戰的時候 這些內戰的一些事情 都蠻慘的 蠻慘 那 來講到長春啊 等等 大家有機會可以網路搜尋一下 我把一個鏈接 因為這個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人在網路上 就是說 公開的 做一個 PDF檔 在一個Google Drive裡面 我是不知道這有沒有侵犬的問題啊 不過我先放在下面 大家 被被被告侵犬 然後我再把它刪掉吧 因為 我也不太清楚 並不是我做的 然後我已經這本書讀得差不多 但這本書基本上 應該在台灣的圖書館 很多都容易找得到 實體書啦 實體書 那個 電子書比較難找 然後 這本書 應該也算是 值得一提 直接一讀吧 那就在剛剛 這朋友一來一往 這個 Whatshub上面呢 就知道了 黃春明啊 他一些 一些作品 黃春明好像還活著 然後 等等 就說他以前 早期的回憶 早期的回憶 那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首先第一個是 HYREAD 這個APP 我把鏈碟放在下面 可以搜尋很多這個台灣的 跟 其實不只台灣全世界的圖書館 甚至收到新加坡 美國 但是問題是說 假如是 國外喔 就不是台灣喔 像台灣我們是公民嘛 所以有身份證 字號就可以很容易的 辦借書證 但是假如是學校因為不是學生 也不是老師 所以 也沒辦法 比如說像我找到一本書是在 新竹高宮才有的 電子書 但可惜我們不是那個學校的學生 也不是老師 也沒辦法借 然後 台灣 的那個 國立的圖書館 有個電子 那個這個不錯 有蠻多的收藏 但 住在海外的 看你住哪 像我住在巴馬就很不方便 也不很 特別不方便 就說 像美國加州啊 有蠻多這種 電子書 是中文 也蠻多的 可能加州居民應該 我估計 蠻容易可以借的 但是我畢竟不是 但是後來就發現呢 除了找Amazon之外呢 就發現 我想Google Play裡面的那個書籍啊 竟然有很多 而且價格也不是很 應該說價格最便宜的比Amazon還便宜 應該找到很多 嗯 一些 找起來像 黃春明的書啊 都很容易找不到 價格也很便宜 所以 花個 假如說不在意 花個四五塊 五塊錢美金 看一本書 這應該很OK吧 因為取得太方便了嘛 也不用寄過來 直接在網上看 那我把那個鏈結呢 放下面吧 我不知道這個 為什麼有時候 我那個鏈結好像 大家還是要 Logam的Google account 好像並不是說 是公開的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大家 參考一下 這有關於 買電子書或是買實體書 實體書就Amazon啦 在國外是最方便啦 然後在 電子書的上 Kindle 就是Amazon Kindle一直也是 最方便的一個 但是最近 剛剛發現那個Google 也不錯 所以我開始來研究 一下 我覺得 反正價格很便宜嗎 像 黃春明的這個短篇小說 Sayonara再見這個 只要 4塊多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400多美金 不到5 5塊錢 是 好像 是 100多塊台幣 200塊都不到 台灣大部分賣都在200 多一點 或是1900這樣 所以說 Google這價格是 最便宜最便宜的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這個 故事啦 拜拜